西班牙记者弗朗·西科斯·阿拉尔多突然曝光了一份机密文件 内容是黄马已经打款2.8亿欧元给巴黎生日尔曼俱乐部用于签下姆巴佩 其中转会费部分是2.24亿欧元 正好比内马尔的转会费多出了200万欧元 但是足以打破世界足坛的转会记录 而黄马为了完成交易还支付了5600万欧元的忠诚奖金 不仅如此 记者还表示7月22号姆巴佩就会亮相伯纳乌球场 姆巴佩自己表示会继续留在巴黎再提一个赛季 但是巴黎管理层却渴望立即送走法国球星 这样的话不至于拿不到转会费 事实上如果巴黎继续留住姆巴佩 还得向对方支付0.9亿欧元的忠诚奖金 如果这样的一幕发生 巴黎必然成为球迷和媒体讥讽的冤大头 然而姆巴佩的交易很有可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按照西班牙两位记者的说法 黄马和巴黎已经秘密达成了转会协议 记者的说法并非空学来风 而且还晒出了秘密文件 内容显示黄马向法甲豪门巴黎转账了2.24亿欧元 这笔钱是姆巴佩的转会费 要知道当年内曼加盟巴黎转会费是2.22亿欧元 如今黄马却用打破世界纪录的价格得到姆巴佩 可见这是一笔史诗级的交易 必然创造新的记录 同时这也是黄马对史最昂贵的交易 姆巴佩的转会费超过了大罗 贝克汉姆 飞哥 奇达内 塞罗 贝尔和阿扎尔 这也暗示了弗罗伦蒂诺得到姆巴佩的决心 不过黄马合计向巴黎转账2.8亿欧元 他们还向对方支付了560万欧元 巴黎可以将这笔钱用于支付姆巴佩的忠诚奖 据悉这笔资金的到账日期会在7月6号 记者还透露 巴黎老板已经批准了交易 马克龙也点了头 另外 姆巴佩亮相黄马主场伯纳乌的日子会在7月22号 届时姆巴佩将首次以黄马球员的身份亮相 届时 弗洛伦蒂诺会给他准备盛大的亮相典礼 今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 自梅罗本泽马相继离开欧洲足坛之后 现在所有的焦点都留在了姆巴佩身上 作为目前世界足坛转回身价最高的球员 姆巴佩此前不久 亲自发表了不会和巴黎去约的声明 也导致巴黎和黄马目前持续的明争暗斗 据外媒报道 巴黎已经给姆巴佩送上了一份最多可达3亿欧元的新合同 而黄马这边则刚开出了2.2亿欧元的天价转会费 另外工资和代言每年可达到税后6000万欧以上 一边是巨额合同 一边是荣誉 现在就看姆巴佩怎么选择了 如果确定未来不在巴黎 姆巴佩或许金一下不久就可以转回黄马 这也将标志着银河战舰三期的正式启动 众所周知姆巴佩和黄马之间的绯闻已经传过好几个赛季 去年夏天本来几乎确定要加盟黄马的姆巴佩在最后时刻反悔 也让黄马的计划宣告泡汤 如果又一次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姆巴佩还能拒绝黄马吗 从荣誉和职业生涯的发展来看 加盟黄马为是最佳的选择 这一点从过往的例子已经无数次证明 塞罗的五个欧冠冠军有其中四个是在黄马得到的 而他也在黄马拿到四次金球 本则马效力黄马14个赛季 虽然只拿到一个金球奖 但收获了25个冠军 就连加盟黄马后便进入躺平模式的 22都随对拿到了八个冠军 有趣的是22加盟四年只进了七个球 弗洛伦蒂诺一直以来的口头禅 就是黄马等于冠军 有时候这样的表达并不是自大 而是来自于世界最成功俱乐部的底蕴 如果不是大赛年 欧冠冠军的核心球员拿金球是一直以来的惯例 而黄马作为14届欧冠盟主 已经将其他的对手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而这也许是对姆巴佩诱惑最大的一点 接下的议约工作已经结束 这是弗洛伦蒂诺亲自说出口的话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黄马和巴黎生日尔曼一会儿 在探讨姆巴佩转会的可能 这个下窗的重磅炸弹很可能会被引爆 如此重要的人物为何言而无信呢 毫无疑问 这是弗洛伦蒂诺在向巴黎生日尔曼施压 因为他们不可能让姆巴佩自由胜离队 姆巴佩的闹剧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巴黎生日尔曼急着出售 黄马急着引进 双方其实存在共同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 虽然卡塔尔·埃米尔不在乎金钱 但他在乎面子 姆巴佩免费走人就是丢了面子 另一边 黄马风险薄弱 尤其是九号位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花钱买姆巴佩 而不是等着免签的原因 当然免签是最不乐观的结局 因为这样会彻底破坏两家俱乐部的关系 然而黄马需要为自身的利益考虑 他们不存在完全满足巴黎生日尔曼的要求 此前记者托马斯·钢萨雷斯·马丁表示 巴黎生日尔曼对姆巴佩的标价为2.5亿和5千万 黄马的最高出价为2亿加2千万 双方存在8千万的分歧 但是这并非真实的情况 因为黄马还想继续压价 弗洛伦蒂诺想用最小的代价将姆巴佩带到伯纳乌球场 据新媒Relevel报道 黄马的正式报价将会是1.5亿和5千万欧元 这比托马斯·钢萨雷斯·马丁报价的价格低了2千万欧元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报价组合 别看总价是2亿欧元 但其实具备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1.5亿是明确的转汇费 5千万的浮动可不是轻易能够得到的 实际上黄马也算是有诚意了 至少他们还愿意给巴黎生日尔曼一笔转汇费 作为世界足坛最大的权贵 即便是塔米姆也不得不低头 因为时间再拖下去丢脸的会是巴黎生日尔曼 若说巴黎生日尔曼高层心中不弃 那肯定是假的 他们为姆巴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但终究是去闹的一场空 这说明金钱不是万能的 黄马的吸引力不是金钱能够左右的 心中有火 但是巴黎生日尔曼敢发出去吗 失去了梅西 失去了姆巴佩 甚至于内马尔也在离队的边缘 这种变化太大了 对于巴黎生日尔曼球迷来说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之前他们拥有冲击欧冠最强大的阵容 但他们失败了 如今巴黎生日尔曼的实力将大大折扣 谁还能相信他们有资格问顶欧冠 还差三天就是卡塔尔财团入主 PSG12周年之际 此间他们花费了超16亿欧元 但从未燃止过欧冠 错失了最好的机会 这个梦想或许永远都无法实现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